請 本集邀請主委 邀請林主委 林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在11號 教育部把電競選手 電子遊戲競賽的選手 教育部拒絕把他們列為體育項目 電子遊戲競賽 你了解嗎 我不很清楚這個情況 你對這個產業了解嗎 國家發展委員會 應該是要制定我們國家未來 尤其是經濟發展相關的重要產業 它會有很多是跨部會必須要協調整合意見 電子遊戲競賽的這個產業 您了解嗎 這個產業我當然知道 可是像您講的那件事情 其實教育部並沒有跟我們聯繫 所以其實我們不很清楚 我要從這個事情來開始起頭 電子遊戲競賽 教育部拒絕把它列為 體育競賽的項目 那也就是 從事電子遊戲競賽的選手 他就不是 體育運動員選手 讓我再告訴主委一件事情 像美國 美國把全世界的電競選手 都以運動員簽證的方式 允許他們進入美國 比較起來 我們台灣啊 還是用傳統狹隘的眼光在思考 你們教育部的理由說 電子遊戲競賽啊 好像比較靜態 所以它不算是運動項目 他完全搞不清楚 電子遊戲競賽啊 現在國內一年的產值有多少 主委你知道嗎 請問員指教 電子遊戲競賽啊 我們台灣目前在全世界啊 排名前十名 那每一年啊 它的成長啊 倍數驚人 非常可怕 像去年 我們去年台灣有一個隊伍 AHQ 代表我們台灣到歐洲參加 LO LOL 就是英雄聯盟的比賽啊 你知道有吸引多少人上網去看 整個比賽的過程啊 是好幾百萬個人次啊 上去看他的比賽 他完全 不輸給任何一項 運動 對於觀眾的吸引力啊 而且你知道電子遊戲競賽啊 他可以 牽連帶動多少產業 一個成功的電子遊戲 他從故事的腳本 拍攝 分鏡 美術 思考遊戲規則 甚至有音樂製作 城市設計等等 可以製造很多很多的相關就業機會 是 本席所在的選區 大台南的各大專院校啊 跟電競相關的科系啊 就有超過40個科系 數量啊非常驚人 完全不輸給任何的商業啊 甚至電子的科系 但很可惜 這些 學習電競的年輕人 對於未來他們的出路啊 如果政府啊 國家 對這個 還是不知不覺 還是不曉得說 當全世界包括美國 日本歐洲 韓國 甚至馬來西亞都大力發展 電競這個產業 難怪啊 我們在 國際的 經濟發展 比賽 節節落後 尤其在電競這個新興產業 我再告訴主委一件事啊 我們台灣自有的品牌 像紅機 華碩 後來啊 業績有大幅提升啊 要 歸功於 電競 因為 華碩跟 華碩跟紅機啊 他們的 電腦 就特別開發 適合 電子遊戲競賽 影像處理啦 處理的速度啦 等等 也就是說 搭著 電子遊戲產業的蓬勃發展 也帶動了我們國內的電腦相關製造廠商 所以主委 你不能對這個產業 我們國發會啊 不能完全 不了解 沒有研究 沒有看法 那個 我完全同意 那個委員的講法 其實電競產業 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而且它的潛力非常大 這個我同意 齁 我剛剛跟你問你什麼都不曉得 對 我是說 我是說 教育部 把這個電競選手 不把它列為體育選手 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並不清楚 所以我想 事後 我也許可以跟 這個 教育部去協調一下 因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其實是值得 值得發展的 所以他們選手 應該加以鼓勵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才對 不只是這個選手 台灣還有 更不應該發生的 之前的電玩小子 曾正成 他的世界冠軍 全世界電競的世界冠軍 最後啊 很可惜啊 淪落成網咖的電源 完全沒有出路啊 要了解喔 現在的電競啊 已經不是躲在網咖裡面 打電動 打電腦遊戲 它已經真正的 蛻變 發展成為一個 商機非常龐大的產業 那最少我看起來 我們會有三個相關部會牽扯在內 包括 當地的教育部 其實呢 還有科技部 甚至有文化部 所以這就是你國發會的職責 當有簽責跨部會 必須要協調 我們要來制定共同努力 一個全新的產業 台灣怎麼可以這麼落後 甚至缺席呢 你政府不重視啊 這個產業怎麼發展 主委 為了有什麼新的想法 做法沒有 好我想我們 跟會後就直接去跟 教育部協調 了解他們的想法 那也可以把我們的想法 跟他們說 我們覺得其實從產業角度來看 這個產業是覺得 絕對值得鼓勵的啦 那本來我們 這個數位發展 本來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部分嘛 所以這個是其中的一環啦 所以我們會去跟 教育部協調 看看他們的想法 政府要帶頭引導 對 政府要帶頭提倡 我舉個例子啦 我就來提案啦 我已經正式提案了齁 我們其實 電競產業你可以比照相關的 數位內容產業 我們的電視不是有金鐘獎嗎 電腦不是有金馬獎嗎 我們國家應該也要舉辦啦 國家級的電玩製作頒獎典禮 來鼓勵這些遊戲公司啊 或者創作者用心投入 你知道一個成功的電子遊戲啊 哇那個是很精彩的 他絕對有最佳遊戲首獎 最佳遊戲美術獎 最佳的遊戲企劃獎 最佳的遊戲劇情獎 對 你真的可以挑出很好的東西 你真的可以用國家的力量 來鼓勵他們 我希望國華會啊 不要有怠惰的 趕快把步伐跟上來好不好 是 那個早上委員的提案 其實我們已經同意齁 我們認為這個推動是應該的啦 好 另外呢 有很多委員關心的檔案的事情 是 我們國家檔案 檔案局啊 而且 硬體還全新的 我看了過去啊 的新聞稿 我們 有一個符合環保節能 甚至節能減碳 在前任主委任內 啟用的 號稱是最棒的一個 國家檔案庫房 是不是 是 1320坪 可以容納30多公里 等於60座台北101大樓那麼高的檔案 哇 可以裝很多東西呢 目前我們大概有17公里的檔案 有260幾件的幾筆的檔案在裡面 裝了17公里啦 裝了超過一半 是不是 因為你說可以裝30公里長嘛 現在裝了17公里 差不多過半嘛 是 然後有268萬筆的資料 那個檔案在裡面 對 好 那我請教 目前現有裡面 有沒有228和白色恐怖的相關檔案在 有 有嗎 將近400公尺 將近多少 400公尺 好 那做什麼用 就放著 那個 華委員我們 關於 228事件 美麗島事件 還有 白色恐怖事件 相關的檔案 我們 目前點藏有 412公里 我沒有什麼時間了 一般人可以調閱嗎 對 當事人可以調閱嗎 對 我們都已經 我們都已經把它納禁到 我們國家檔案資訊網裡面 被調閱多少筆 去年被調閱多少次 一個月被調閱多少次 調閱多少筆 一般人根本不曉得啦 那中研院的228的資料 有在你們這裡嗎 還是在中研院 中研院的沒有 就是 在我們舉點藏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提供應用 開放給民眾來使用 像之前 憲兵違法搜索這個事情 那相關的檔案 你們趕快去接洽 是 該屬於國家全民的 趕快就拿回來啊 有有 我們有跟他接洽 我們有跟他接洽 你看事情發生到現在 媒體報導那麼大 過那麼多天了 東西呢 有 我們有一次跟他 我們國家檔案的庫房 比不上王世堅他家的倉庫嗎 不是 是因為 你跟王世堅議員接下一下嗎 是有有有 我們有 趕快把這個東西拿回來 分類歸檔 告訴我們裡面是什麼東西 是 其實也等於是讓這個事情啊 能夠有所 就是說 對社會有一個交代 看憲兵到底在找什麼 如果你把那些東西 那一千多份 分類歸檔 不是等於讓社會知道 那批東西 到底有什麼機密 有什麼迫切需要性 是不是 在一個公開 那 可以見證的狀態之下 趕快去把那批檔案 拿回來 好不好 是我們有一次跟他保持聯繫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主席 好 我們有請張瑞熊 張瑞熊 張委員不在 陳弟分